3月3日晚间,美国众议院以220票支持,212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防止警察执法不当的法案。 该法案以此前在警察暴力执法过程中死亡的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名字命名。 目前,该法案已提交至参议院等待审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日指出,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将成上涨趋势。 但利率将基本保持不变。 他也表示,市场状况混乱和金融状况持续收紧,会让他担忧。 英国反垄断机构4日针对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支付条款展开调查。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此次调查将重点关注苹果公司如何迫使客户使用该公司自身的支付系统进行应用内购买, 并且将评估该公司在iPhone和iPad应用程序提供中占据的潜在主导地位。 沙特宣布,将沙特自愿原油减产每日100万桶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今年4月底。 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短期内快速拉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透露, 中美最快在8月或9月互相解除旅行限制。 他表示,美国计划今年6月完成80%人口接种疫苗,到8月达到90%,预计就能实现群体免疫。 吴尊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且能够消除所有政治障碍, 中美两国可能成为最先取消彼此之间履行限制的国家。 3月3日,中国上海市住建委、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房管局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 其中一条,对按照优先购房政策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 在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满5年后,方可准让引发市场关注。 这也是上海首次对新房明确提出限售。